大家好,我是Dan 一位正在韩国旅游的外国YouTuber 在自己的频道上传了这样的影片 他走进一家便利商店 买了酒,冰杯和杯面 然后在便利店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拿出音响,大声播放音乐 并开始跳舞 接着把酒倒进冰杯 看起来像是要马上饮用 这时便利店员工走过来警告他 不能在店内饮酒 但该YouTuber在员工转身离开后 开始辱骂 并将杯面中的热水直接倒在便利店的桌子上 他甚至还捡起了掉落的面条 朝便利店的入口处扔了出去 不久后,该YouTuber拿出纸巾 装醉药擦拭桌子 但是当另一个人再次警告他不能喝酒时 他大声播放了录制的猴子叫声 并开始辱骂和愁弄 其实这位外国YouTuber 就在前几天也因触摸和平兽女像 亲吻兽女像 以及脱胶上衣跳舞等不当行为 甚至还在地铁上播放不哑影片 或在公车上大声播放北韩音乐 而被赶下车等 引起了非常多争议 据了解他在日本也有过类似的行为 今年7月 他曾在东京的公共场所播放不哑影片 并因此被判罚款 然后在10月24号 这位外国YouTuber又和朋友一起在首尔宏大附近开始直播时 一名男子若无其事地朝他们走来 随机朝这位YouTuber给了他一圈 当时传来相当强烈的打击声 让同行的朋友也吓了一跳 挥圈的男子从容地离开现场 YouTuber们试图追赶 却反而被抢走了手机 这名男子将正在用于直播的手机丢了出去 随后干男子继续走自己的路 而外国YouTuber们则跟在后面追问他为什么要逃跑 他们大喊着跟在后面 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当那名男子转过身时 YouTuber们迅速向后退看 之后这位YouTuber可能是右眼受伤了 贴着OK蹦继续直播了 虽然有部分人表示 即便如此暴力也是不应该的 但大多数网友们都认为 那名男子是真正的义士 纷纷表示大快人心 如果被告也会支持并捐款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有这样的爱国者存在 才能维持国家的品格 不 应该马上叫警察到便利店 真的太严重了 这种观光客应该立刻赶出去 如果是在俄罗斯或中国 早就已经被打成残废 并驱逐出境了 警察到底站在哪边呢 大安民国有多好欺负 才会让他们这么放肆行动 应该依法处理要求赔偿 驱逐出境并列入黑名单 让他们再也无法踏上韩国的土地 来到别人的国家 还播放猴子叫声 并嘲笑他人是猴子 禁止暴力的规范 只是用于人类 反复看了好几次 真是他快人心啊 再怎么样 暴力也无法被正当化 应该向警察报案 让他们接受法律的制裁就可以了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同样的事情 发生在自己国家的话 这种外国YouTuber被路人打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过 暴力是不好的 嗯?